你有没有发现 往往优秀的女人身边 总有一个看似普通的男人 优秀的男人身边 总有一个看似长相普通的女人 你的感情会更好 而你爱的那个人 也许会更爱你 毕竟当你顺其自然的时候 也许得到的不是爱 而是对方的再见 只有学会了用一些秘诀 我们才会让对方更爱我们 才会让对方更在乎我们的感受 当对方在乎我们的感受了 重视我们的感受了 这段感情才会长久 也才会更稳定 所以想要让你爱的人 更爱你 那么你要学会以下的四个秘诀 只有你学会了下面的四个秘诀 你才会发现 对方会更爱你 也会一直爱你 第一个秘诀 忽近忽远 在感情的世界 都喜欢具有一些挑战性 若是在一段感情中 你表现得很主动 那么对方就会觉得 完全得到了你 一旦对方觉得完全得到了你 那么对方就会放弃你 会选择不爱你的 因为当他们没有完全得到的时候 是会继续努力的 但若是一旦得到了 就不愿意去努力了 毕竟得到了 谁还会去努力呢 而此时他们对你 也许就没有以前那样上心了 这种时候 你会发现 对方也许会慢慢地不喜欢了 或许会慢慢地开始对你嫌弃 所以想要一个男人一直喜欢你 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一个男人忽近忽远 有时候你会主动约着对方 有时候你会主动和对方说情话 但是有时候你却不会的 也就是对方约你的时候 你也有拒绝的时候 只有这样 我们的感情才会更好 我们的感情才会更幸福 因为当你拒绝的时候 忽然变远的时候 对方就会担忽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你不爱了 于是会更努力地爱你 所以想要一个男人一直爱你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忽近忽远 第二个秘诀 适当拒绝 在感情的世界 最怕的就是不懂得拒绝 总以为对方是你最爱的人 于是对方说什么 提出什么要求 你都不懂得拒绝 当你越来越不懂得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们的感情越不稳定 你们的感情越会出现问题 比如对方提出一些 很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是让你付出什么 而你不管是如何想的 都直接同意了 那么这样的感情中 你会发现 对方时间长了 就会对你厌倦了 就会对你腻了 因为在你身上 看不到任何的新鲜感了 此时也许对方 就会选择离开你 若是你想要对方一直爱你 想要对方一直在乎你 那么你就要学会适当的拒绝 只有你学会了适当的拒绝 你才会发现 你的生活会很好 你的人生会更好 而你爱的那个人 也会更加地爱你 特别是一些时候 你会发现 当你不懂拒绝的时候 对方就会觉得 给你提任何要求 都是应该的 给你提任何要求 都是合理的 这种时候 对方就会出现一种 彼所应当的心理 而一旦出现了这种心理 你就会发现 对方就会有一种 高高在上的感觉 所以不管是什么时候 都要学会适当地拒绝 让对方知道 你有自己的原则 你有自己的想法 这样对方 才不会轻易地去冒犯你 第三个秘诀 适当撒娇 在感情的世界中 男人最喜欢的 就是会撒娇的女人 就像是有句话说的 会撒娇的女人命最好 是啊 对男人来说 当一个女人撒娇的时候 能够让他们有一种 自己被需要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会让他们有一种虚荣心 当他们有了这样的虚荣心 他们就会很喜欢你撒娇 觉得自己在他们的心中 很有分量 当你撒娇的时候 你无法完成的事情 他们能够完成的时候 自然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没有他们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越来越喜欢你了 越来越爱你了 当他们越来越喜欢你的时候 越来越爱你的时候 他们就会和你一直在一起 也想要和你一直在一起 当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 就会和你一直在一起 也会长久地和你在一起 毕竟在他们的心中 你很好 而他们也很爱你 愿意用余生去好好地爱你 第四个秘诀 适当示弱 在男人的世界中 男人最不喜欢的 就是女人很强势 当一个女人很强势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女人不像一个女人 总会觉得一个女人 就该温柔一些 而当一个女人温柔的时候 男人也会生起一种保护欲 所以在这种时候 当一个女人 能够懂得适当地示弱以后 你会发现 男人会越来越喜欢女人 男人会觉得 这样的女人很需要自己 没有自己 这样的女人生活 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所以这种时候 他们就会很喜欢帮助她们 很喜欢为她们去付出 一旦她们不在的时候 就会不放心 当一个男人 对女人有这样的心理以后 你会发现 她们会对女人很好 也愿意在这段感情中 付出一切 会为这段感情 做很多的事情 于是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当一个女人懂得示弱 男人就会更愿意 在感情中付出了 其实 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都希望自己是被需要的 一旦感受到了被需要 她们就会在这段感情中 更愿意付出了 更愿意为对方 去做一些事情了 当你想要你爱的她 和你长久在一起 想要永远爱你的时候呀 你就要学会这几个秘诀 只有你学会了这几个秘诀 你才会发现 你的感情会变得更好 而任何一段感情 想要持续走下去 都需要男女共同维系 用心经营 这样才能经得起考验 顺利走到未来 在相处的过程中 彼此要理解 包容 信任 支持 加强交流 经常性的关心和陪伴 这是感情长久 而稳定的基础 现实中 有些女人和男人在一起后 内心太敏感 总是担心患得患失 于是不断地控制男人 试图通过将她困在身边 得到她的疼惜 其实 女人这样做反而没有效果 若是让男人在感情里 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肯定会加速她逃离你的步伐 因此 女人想让男人持续疼惜你 一定要讲究合适的方式 别束缚她 有时候你不管她 反而会让她更加在乎你 说到底 让男人一直爱你的秘诀 三 不管 可惜 很多女人不懂 但愿这个分享 能给你带来一些感悟和帮助 一 不刻意查看她的手机 尊重她的隐私 和男人相处 女人最好别刻意去查看她的手机 有时候 给她留点空间 她反而会更加重视你 一方面 男人的手机里 多少都会有一些隐私 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算是最亲近的人 也需要有所保留 另一方面 当你刻意去查看她手机里的内容时 难免会让她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 导致对你有排斥心理 其实 每个男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 只要他们不突破底线 对于一些小事 就没有必要逃根问底 现实中 有些女人不懂得这点 但凡看到男人手机里 有个女人的相片 或者看到几句暧昧的话语 就觉得天塌下来了 对男人大吵大闹 这样很不理智 事实上 男人在外面的社交里 出于工作方面的原因 很多都需要和异性打交道 难免会逢场作戏 比如 他们和女客户谈业务 除了工作相关的内容以外 很可能会聊一些生活的日常 以及情感方面的话题 这都是为了工作 再比如 男人出去和同学 朋友聚会 可能会有一些消费记录 出入一些暧昧的场所 如果你紧盯着手机里的 消费账单不放 非得让他试试 交代清楚 就会让他反感 对于男人来说 他们没有做出格的事 若是被你一直追问 心里会很失望 等到觉得不被信任 有了巨大的压力 就会逃离你 所以 女人非必要 最好别查看男人的手机 尤其是不能刻意去查他的底 这样很容易让他反感和厌恶 在感情里 女人别把男人管得太死板 因为 真心爱你的人 不用你防 而不爱你的人 就算你严防死守 他也会被判 二 不要总是给他压力 多理解他的辛苦 看过一部短片 男人每天下班以后 都会习惯性地坐在车里 静坐一个小时 然后才回家 刚开始 女人以为他工作很忙 没有按时回来 直到有一天 他和闺蜜逛街回来 偶然看到男人坐在车里发呆 才知道这回事 女人问他 下班了 不回家 坐在车里干嘛 男人叹了口气说 还用问吗 每次回到家里 不是听你唠叨 就是承受你的指责 我已经很努力 你却不理解我 我回去干什么 说完 男人有些哽咽 那种无奈 而又委屈的神情 有着说不出的痛苦 一瞬间 女人似乎感悟到了什么 这才温柔地说 回去吧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我以后不数落你了 男人从车里下来 女人赶忙帮他拿包 还温柔地挽着他的手 那一刻 男人感到了 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其实 男人都很辛苦 他们为家庭努力打拼 很不容易 如果回家后 没有得到女人的安慰 反而遭受了太多的指责 与谩骂 心里会特别痛苦 有些女人打着爱的名义 处处数落男人 希望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为家庭创造更大的幸福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男人也是人 他们也需要被理解和尊重 如果你的爱 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无力承受 再者 十个手指有长短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成功 只要她为这个家尽力而为 就没有必要 一味拔高她的成就 更不能指责和打压 所以 女人想要男人一直爱你 一定要学会理解她 少一些数落 多一些关心 她会特别动容 从而更加爱你 相亲相爱 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需要相互理解和扶持 携手前行 这样才能让感情更加稳定 三 不要限制她的社交 让她有自己的空间 男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他们需要和朋友一起谈聊 放松心情 尤其是工作当中 他们难免要出去应酬 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这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因此 女人不要限制男人的社交 不要去刻意破坏她的社交圈子 否则 你总是把男人管得太严 完全让她失去了社交 没有了朋友 只会让她更加消极 现实中 有些女人看到男人和别的异性 说几句话 就觉得她有问题 不是调查她 就是对她无理取闹 这样很容易让关系冷淡 如果男人觉得 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干涉了她的一切社交 她就会对你排斥 你越管得严 她越想离开你 所以跟男人相处 女人还是要多给她空间 让她有自己的圈子 她出去和朋友聚会 你没有必要一味干涉 也不用一直让她报位 只要她跟你说清楚了几点回 懂得克制自己 你就别限制了 尤其是男人和异性谈工作 或者为了业务的需要 跟异性有一些频繁来往 你也不必过于敏感 只要跟男人定出原则 不于越界限 就不用盯着她 如果你什么事都限制她 让她没有了一点自由 感觉跟你在一起很累 感情就会受到影响 这就需要女人 懂得适当放手 想要拿捏男人 就要像放风筝一样 既给她飞翔的自由 又能在遇到风险时 及时将她拉回来 当你做到这点 男人肯定会更爱你 再也离不开你了 总结来说 让男人一直爱你的秘诀 做到三不管 不刻意查看她的手机 尊重她的隐私 不要总是给她压力 多理解她的辛苦 不要限制她的社交 让她有自己的空间 希望现实中的女人 能够有所感悟 懂得这些相处之道 很多时候 你少管男人的琐碎 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少对她言语指责 以及行动上的干涉 她反而更容易做出成就 总之 无论爱情还是婚姻 真正好的状态 不是彼此之间勾心斗角 不是煎熬 而应该是彼此相依相惜 美好如初 明白吗